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民进党一直在忙着选举 哪怕现在疫情让大家已经感觉到 好像又杀到了眼前 Omicron大魔王在即 可是执政党还在睡吗 就连这个馆长都看不下去 馆长大家知道他比较轻绿 然后也是算是某种程度的阴粉 就连他都已经觉得民进党在忙选举 实在是有够恶心 那这边我们刚刚看到了 今天本土案例是11例 境外移入49例 所以每天大概都已经是 将近50人的境外移入了 非常的升温 那所以今天最新宣布是说 一月九号到一月十四号维持二级警戒 那这个昨天蔡英文也好 苏贞昌也好 当然是要出来讲一些这个安抚大家的话 可是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她说中央地方全力防堵疫情 蔡英文讲大家不用惊慌 呼吁大家赶快接种疫苗 但是我们刚刚也有讲到 疫苗有这么多吗 有这么足够吗 一千六百万人打了两剂 但是我们现在要打第三剂 照理说是不是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剂 没有 现在只有几百万剂 所以这样叫做足够 你只会呼吁 你有没有准备 那再来这一个苏贞昌他讲说 确诊有机可循 都在掌握之中 你确定吗 打疫苗还是最需要 这我们不知道吗 那昨天 那个林静怡造势晚会 他们还是照样要去 苏贞昌没有去 但是赖清德 蔡英文都去了 但是取消是什么 他们说取消大进场 这样就够了 然后再来苏贞昌 他是说他已经不去 这个造势活动 这是昨天 他们对于疫情升温的时候 选举活动的一些小小的 因应措施 那再来我们看这边 这个是黄立民 他今天就接受相关的访问 他说现在重点的决策策略 是要决战社区 因为疫情 社区疫情 一定要守下来 除了第一关 这个淘机要守住 可是现在看起来 恐怕这个守住 也有一点点难度 那我们一定要守住社区 那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你要考量全国的疫情 那现在如果宣布三级的话 恐怕这个假期会泡汤 会冲击这个经济活动 所以他说 现在感觉上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策略 就是能拖就拖 但是这样拖下去 真的是好事吗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馆长 馆长他讲说 现在总统院长立委市长 整天都忙着选举 不把心力花在人民 真的是一件非常恶心的事情 相信很多人对于馆长 讲这一番话有认同感 那粉饰疫情炒热选情 就是现在这个中央 在做的事情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明知道过年返乡热潮 却不预先的规划 心呼让疫情再起 但国家元首却是 忙着要来守护什么人 但实在是让人看不出来 有苦民所苦的高度 那昨天吴子佳董事长 他在他的直播 更是说 这个国家已经疯了 我们先来听一下 这个国家已经疯了 我跟他讲 这个国家快亡国了 快要亡国了 已经没有搞头了 他从来不关心任何事 美国总统关心什么 我们看日本总理关心什么 都在关心一些 跟经济发展有关的 或是产业发展 或是军事外交国防 相关的事情 台湾的没有人在关心 都不关心 这就是我们的政府 只关心选举 选举的精神特别好 所以蔡英文关心的是说 有没有大进场 我取消了大进场 然后苏贞昌他就是说 那我就是呼吁大家 赶紧就是打疫苗好了 那陈时中关心自己的选举 那陈其迈关心什么 昨天他当然也是去到了 这个林静怡 在更前一天 他是去到了这个林长佐 跟他一起扫街 那因为这个现在是选 还在投票期间 所以我们就不放相关的照片 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说 这个一家四口的 这个告别室 这个范女士妈妈 那个她的告别室 昨天陈其迈 你明明时间上面没有冲突 为什么你不能够去质疑一下吗 不是这个国家对酒驾铃容忍吗 那真的酒驾发生之后 你们就遗忘了 以前我们是讲说 今天公祭明天忘记 现在不是 连公祭都不去了 这更高竿了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当权者 是怎么样子 游盈龙董事长他讲 当前的执政者 对于台湾民主政治 没有发展愿景 只有不断斗争 让人民理想跟热情不在 大众普遍的无力感 正是孕育独裁者的温床 很悲哀的感觉 我们来问两个 因为这次两个 一个罢免一个补选 又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民进党 整个样都是过半 你看美国去年的选举 美国去年有选举 有两个州长 你记不记得 那个事上都非常关键的 你有看到拜登一天到晚 在站台吗 没有 拜登还是最care 美国的经济 疫情 阿富汗撤军 你记不记得 是 虽然说他民调不好 可是他也没有说 一天到晚在跑选举 对啊 这一两席的立委 需要这样子 非常的离谱 因为通常你会 整个党这样全力投入 包括三十几个立委 包括院长也去 政府总统都去 除非你的国会的 其实是五十比五十 对啊 就那个是关键席次 那你这样做 大家就觉得可以接受 你这个不是 你都是过半 你两个都掉了也是过半 对 两个都当选也是过半 他如果不去 还展现一个高度 没有差别 所以就不知道 这段时间 台湾又不是没有别的事 比如说疫情逐渐严重 所以我觉得昨天 苏贞昌算是良心发现 他觉得不能太过头了 所以他昨天就跟陈时中 去桃园 去机场看 他现在想说没他的事了 因为公投也过了 他稳稳的坐 他不去也没事了 没了 我觉得就是 就觉得太阳只有得过头了 你整个台北中央都没有大人 就只有陈时中 然后陈时中还在想选举 你有听过哪个中央的疫情指挥官 在想选举的 哪一个国家这样搞 所以你这个 你现在不是没有大事 你去想一想 中国大陆跟日本韩国 还有东南亚RCEP 一月一号上路 我也没有看到 总统跟行政院长在急这件事 没有 然后疫情 最后这个礼拜很明显加重 是 我也没有看到你很紧张 然后开始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或者是关心疫苗够不够 是我们疫苗就是不够 那你要不要增加采购 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到 就都没有看到这些 那整天到晚都在讲 这个一定要当选 怎样怎样 都在讲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当然很多人会看不下去 就是台湾并不是没有事情 台湾有很多事情 需要院长总统来关心 那结果你统统在好选举 而且不是去一次而已 你最后还去很多次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国家 太离谱了 而且这个不是正式的大选 这是补选 这个只是一个罢免案 而且也是公民团体发起的 是 只有你总统跑去站台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 这实在是太可笑了 就是怎么会有人把这种事情 搞成这么政治 然后把它当作是国家最重要的事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个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在搞选举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非常在意自己 这个接下来可不可以主导政局 所以才会这么care这种细节 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细节的事情 可是他就是一心在想说 最好是三连胜 然后把国民党整个士气瓦解 那就可以主导局面 然后接下来再来搞年底的 县市长选举 我坦白说县市长选举跟总统也没什么关系 对 美国拜登哪有在管什么州长选举 就是基本上他顶多去一两次去看一下 就这样而已 然后像你搞成这个样子的 那搞了整个国家都在搞这件事 而且已经连续多久了 已经连续将近一个月了 从公投到现在 不可思议 真的是不可思议 没有公投可以理解 公投算是国家重大议题 那总统跟院长要介入 我觉得这个比较可以理解 我说公投过后他们就开始了 就一直到现在 是啊 你看有多久了 对 对不对 所以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看到包含了像是 比较清律的这个馆长 或者是说这个吴子嘉董事长 虽然被开除党籍 但是他也是讲了一个实在话 这国家真的已经疯了吗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把自己做小做low了 一个总统就像这个亮哥刚刚讲 台湾真的都没有大事了 不管是国际国内 疫苗也好 酒价也好 房价高涨也好 都不关你的事 对你来说是不是治国太难 选举比较容易 参举就台上讲干话讲一堆就好了 好不好对不对 对他来讲很容易 但是披公文对他来讲很难 是不是 所以你喜欢在外面趴趴走 可是不是 我们国家形同没有总统的样子 我们只看那个党主席到处在选举 可能疫情爆发怎么办 酒价一直发生怎么办 房价一直高涨怎么办 都没有怎么办 从头到尾只要出事 就说抗中保台 就这样子 这就是现在的台湾 抗中保台好像对我们来说 叫做肋固醇 你什么病都先打了一个抗中保台的针在说 假装好了 假装说抗中保台我要忍耐 可是问题就是存在 蔡英文总统现在当到了第二任 第二任照理说 所有全世界都是这样 连任的总统要怎么样 要尽心的来处理这个政务了 因为第一任你还要再想选举 你第二任因为没有选了 所以你想做你敢做的 就要在第二任的时候大胆的去推出 结果蔡英文的第二任在干嘛 选举选举选举 他为什么没有得 自己已经没有得连任了 要这么的care选举 这么在乎选举 就像亮哥说的 他不想再跛脚一次了 2018年那一次的民进党败选 给他太惨痛的经验了 我记得11月多投票完 12月不到一个月 他们自己英系立委 自己的英系立委 蔡世英是英系立委 自己就跳出来说蔡英文你不要算了 他吓到了 他也没有办法再忍受 再一次的这种羞辱 所以无论如何 他现在就觉得 我还要为头贏到败 每一场我都要赢 我才能确定 我在2023年的时候 我可以影响接班人 可以指定接班人 2022年的地方选举 说真的 民进党想要怎么翻盘 我看到的这个状况 几率是很小 可是问题是地方选举如果选得不好的话 那是你们候选人没有用 候选人没有用 我蔡英文亲自出马的都要赢 都要赢 这就是他想要展现给大家的 刚刚这个亮哥说 苏贞昌良心发现 终于不敢去跑去淘机 他不是良心发现 他哪有良心发现 他这个叫趋吉避凶好不好 他知道 他知道 那怎么会是良心 他其实淘机也没有功能 可是他知道他辅选也没有功能 可是去辅选就会被骂 就像蔡英文现在被骂 他这个人头脑这么好 他当然知道说我要趋吉避凶 假装写功课 假装认真一下 像蔡英文昨天 昨天蔡英文连发四篇 都是有关于罢免跟投票的 连发四篇 晚上到10点40分 还在挺林昌佐 一直到11点20分钟 才象征意义的拍一个说 打疫苗 然后打疫苗那一篇 总共短短两行字 挺林昌佐 挺林静怡的 通通是签字文 这个我们就知道 全台湾2300万人 在蔡英文的心目中 就那两行字 可是林昌佐跟林静怡 在蔡英文的心目中 就是啪啪一段话 就是感人肺腑 面临国际的挑战 气候的变迁 他开头是这样 我不知道国际的挑战 气候变迁 跟林昌佐跟林静怡 有什么鬼关系 可是这就是蔡英文 脑袋里面只有选举 我真的觉得 这个还有未来的两年 还有这个2022年 我们的国家 不是在野党在选举 也不是民众爱选举 是我们的执政党 满脑子只有选举 而且昨天蔡英文 换了那个什么 打疫苗那个框 也是之前的框 就也没诚意 就是拿旧的出来 敷衍大家一下说 好像我有在关心疫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